没错,今天继续来玩觉醒之战 一到上万的操作已经玩腻了 今天整点新鲜的 好家伙,一楼是个土豪啊 这钻石难道是捡来的 太奢侈了 哇,关羽,猴子,后翼 我的个娘啊,通通都不要 消耗钻石是次要的 但是遇到这么强力的英雄给换掉 我怀疑你是在秀给我们看啊 好吧,大佬的世界我们不懂啊 我还是安静的玩一首礼白就好了 也是奇了怪了 觉醒出来这么久,我一把礼白都没玩过 据说大招可以吸血 猴子刚才没试出来,他就挂了 太脆,现在我们拿这个后翼试试手 一技能突进,平一 二技能平一,平 咳咳,其实他是打不过我的 没想到他居然开启狂暴跟我战路 典型的玩不起 不过对抗你这个关羽还是戳戳有余的 我突,出,A2,成绩 哼哼,我的十连斩专打马腿 想必大家已经看到 李白大招的吸血能力有多强了 如果是团战,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仅仅才出了两件半装备 黑切都没出奇 瞧好了 目标太少,不然效果更好 所以大家玩觉醒模式用李白 一定要勇敢 大家看 成功收割 反手回来 哇哦,关羽很勇哦 夺过致命一刀 他就没什么作为了 轻松加一块 完美搞定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已经发现了 我基本不玩李白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帅气的操作呢 那我就不得不曝光这个今天的秘密了 那是因为 我乱玩的 懵的 哇,中路看起来 请求支援了 必须帮忙 因为我是李白 一个帅哥 咦,好恶心啊 这么多虫子 搞定米莱迪之后 看小地图鲁班身处险境 我一不容此 已经反手回到原点 没想到刚落地 就照头挨了一门棒 还没完 他搞定鲁班后 还继续敲打我 不过我怎么可能会被他捶死 一个大招发出 就这么扭转局势了 你说气不气人 太气人了 这还没完 还有更气人的 我抢了一个人头 刚准备逃跑 秀翻他们 没想到 怪异不依不饶地 一直追我 好嘛 重复的剧情 看来要上演了 大家还记得那首操作吗 一个二技能 把他的被动打没 然后 这真的是太气人了 虽然这局 我们已经稳操胜券了 但是被一个手下败将 以这种方式捶死 我肯定不愿意 看到没 他又来了 我一个二技能 我去 成功击杀啊 手下败将还想起我头上 你怕是老鹰打宝格 技能是多了 最后呢 还遇到两个死对头 被后裔无情击杀 和我还没报仇 现在机会来了 嘿嘿 同归一进也行啊 最起码报仇了 不错不错 觉醒的立白挺好用的 大家可以试试 我们下期见 拜拜